據報中國和歐盟最快今天敲定中歐投資協定細節 彭博引述歐盟官員報道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本港時間今晚 會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 以及歐洲理事會主席米協議開視像會議 據報會上會宣布原則上落實 中歐投資協定最後細節 但由於協定需要歐洲議會通過 因此不會即時簽署 據報歐盟輪任主席郭德光總理馬克爾也會出席會議 歐盟官員透露中方作出多項讓步 包括向歐盟國家投資者開放航空、金融、結晉能源等行業 承諾增加資助透明度和禁止強迫轉移知識產權